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用一碗面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锅中倒入200克的清水 大火把它烧开 锅中水烧开,关火 把面粉倒入里面 这里的面粉大约是300克 用筷子快速地搅成棉絮状 再倒入20克的食用油 稍微放凉,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盖子,先放一边休息一小会儿 准备一点豆沙馅 放到干面粉上面 给它搓成长条 给它切成小块 用手给它攥圆 这样就行了 我们把面团取出来 再给它揉得光滑细腻一些 揉光滑之后 直接搓成长条 下成大小堆点的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给它揉圆 按扁 用擀面杖 擀成中间后边薄的面片 这样就可以了 里面放入一颗豆沙馅 用包包子的方式收口 收口处给它捏紧 放到案板上 用手按扁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放一双筷子 起小泡泡 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 转成中火 下入饼坯 炸至定型 给它晃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炸至底部微黄 给它翻个面 最后炸至两面金黄 控油给它捞出 我们的老式油炸糕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表皮 是非常的酥脆的 掰开一个看一下 里面是满满的豆沙馅 吃起来非常的香甜又美味 我来试一下 这个皮非常的脆 如果说喜欢吃绵软的口感 可以用一半的面粉一半的糯米粉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给家人赶紧坐起来吧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